HELLO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會為大家做一個煎肉餅 我在超市買了這一種 已經是預先包裝的肉碎 平時大家買肉碎會在街市買 然後回到家自己用手刀 但這個過程會比較複雜 可能會浪費長一點時間 我買這一種已經預先做好的肉碎 這樣會比較方便 另外我會在裏面加了少許蝦米 令它有少許鹹香味 這個做法很簡單 我們現在開始吧 今天的材料就是這裡 蝦米 少許蝦米 隨自己喜歡 如果要把蝦米弄碎 我會找一些小小小的蝦米 不要找那麼大隻 這些會比較便宜 如果用這麼小的蝦米 其實吃起來的效果我都會弄碎 煮出來的效果其實味道差不多 但如果這麼小隻買的時候便宜很多 另外就要找一些三色椒 今次會用紅椒和橙椒 細小隻可以了 另外蒜頭 好 還有一包肉碎 蝦米先放在碗裡 然後用水浸一浸 把它洗乾淨 洗一洗 然後把它浸 起碼浸它差不多一個小時 等它軟了 然後方便些切碎 我們在浸泡蝦米的時候 現在處理配料先 首先我們先切去 因為裡面的肉主要是有少許菜椒的味道 我們不會太多 兩隻細小隻便足夠了 把裡面的核出來 然後要把它切碎 然後把它切碎 小朋友很多時候都不喜歡吃彩椒 你切細小一點 然後把肉碎 他們可能會不知道 然後吃了 好 其實小小已經有彩椒的香味 在肉餅裡面 另外 顏色煮出來也會好很多 好 現在切開了 用一隻碗再起去 然後切些蒜蓉 現在差不多了 好 現在先攪拌蝦米 好 還有些蝦米 我們也是會把它切碎 好 現在剁成這樣 有點粒狀 不要剁得太溶 這樣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可以準備一個盤子 然後把肉丟進去 好 然後放進去 把剛才的三色椒 我們會混合在裡面 這樣就拌進去 然後會加少許調味料 少許鹽 要不要半茶匙的鹽 半茶匙的糖 然後少許的麻油 然後一湯匙的豉油 少許的胡椒粉 要不要一茶匙 把蝦米的味道 這樣拌勻 拌勻 稍後會把蝦米爆香 讓蝦米的味道散發出來 然後再放進肉碎裏面 現在拌勻 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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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先拌勻 先把蝦米插在一旁 先先放一邊 現在首先要爆香蝦米 鮮米鮮米 鮮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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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它的味道逼出來 另外,剛才的蒜蓉 蒜蓉可以放進去 炒多久,聞到香味 散了出來就可以了,這樣可以停止了 現在差不多了,可以關火 目的是爆香,讓香味散發出來 這樣就差不多了 剛才的蝦米爆香了 另外還有蒜蓉 這些蝦油其實很香,我們會要的 將它全部倒進肉碎裡 然後將它混合 攪拌均勻 接著,會加大約一茶匙生粉 讓它黏一點 盡量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一會兒將它做成肉餅 然後就可以拿去煎 盡量把它做成一個球 一個球 這樣 這樣 接著可以在上面加少許粉 在表面灑少許粉 不需要太多 少許都可以 待會兒整個拿去煎 我們會用平底鍋來煎 因為讓它受熱均勻 燒熱了,然後加些油 火不用太大,中慢火都可以 然後把肉餅放進去 然後把肉餅放進去 煎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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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把它按扁 這樣可以按扁 這樣可以按扁 煎的時候,中間會慢慢結實 慢慢變得很緊 已經煎熟了 按到差不多,不要理會 等它煎一會兒 轉頭,將它反轉到一邊 繼續煎熟 如果慢慢煎,它不會黏 看到嗎? 動得到,不會黏 現在煎了幾分鐘 可以把它反轉到一邊 表面有少許金黃色 已經很漂亮 看到嗎? 它表面熟了,但裡面沒有那麼快熟 可能要用鍋蓋蓋著它 煎一會兒 煎一會兒 煎的時候,可以加少許水 讓它有少許蒸的效果 裡面會有水蒸氣 將肉餅煎熟 煎熟了 現在煎了一會兒 現在煎熟了 看一看它 味道 然後再彎一彎 煎熟 煎熟 看到嗎? 表面已經是金黃色 但要多焗一陣 因為裡面可能還未熟 我們焗的時間 大約約4分鐘左右 怎樣知道熟不熟 可以用鍋鏟按一下 或者可以用筷子刮下去 試一下 拿上來 看看筷子裡面熱不熱 如果筷子拿出來的時候 還是很熱的話 正常來說 裡面已經熟了 好 煮好了 看見到嗎? 表面是金黃色的 很棒 它現在表面是脆脆脆的 最後可以加一點芝麻 吃起來更加香厚 好 今天這個煎肉餅完成了 好 先夾給大家看看 裡面已經熟透了 嘩 正呀 是否很容易做呢? 好 適合 好 還有這個煎肉 好 先夾給大家看 好 先夾給大家看 謝謝